年轻孕妇抛妇产手术做到一半 医生却突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这因丈夫算好了黄到几日 要求孩子准点出声 妻子在手术台上清晰感受到了肚子被打开的恐惧 此刻的她一只脚已经踏入到了鬼门关 可门外的丈夫面对镜头喜笑颜开 根本不在乎妻子的安危 脑子里还在幻想着黄到几日出生的孩子 能为自己带来好运 原来当丈夫知道妻子无法顺产时 便专门找了算命先生算出几日 直到手术准备开始时 丈夫才将这件事情告诉妻子 妻子听完后十分生气 如果自己在手术台上出现意外怎么办 可丈夫和婆婆却让她相信医生的水平 并提出黄到及时出生的孩子更聪明 可现在已经马上要做手术了 孕妇为了孩子只能忍气春生 等到医生来通知做手术时 丈夫满心欢喜地跑到医生面前 叮嘱他们一定要按照黄到几日的时间 才能将孩子取出来 医生无法理解男人的要求 手术期间停止手术 这估计阎王爷都不敢这么做吧 丈夫到底有多冷血 才能这样漠视妻子的身体呢 医生本想拒绝丈夫的提议 但他们也耐不住家属的软膜引炮 加上孕妇并没有表现出反对的意向 医生们只好同意了丈夫的要求 丈夫得逞之后 还在镜头面前比了个夜 很快 孕妇就被推往手术室进行手术 而门外的丈夫还在喜笑颜开 殊不知 一场生死风暴 正在慢慢席卷在妻子身上 手术室里 孕妇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 内心中充满了紧张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尽管孕妇身上被打了麻醉 但她还是能清晰地感受到 肚子被完全切开 器官裸露在外的感觉 此刻手术室内安静得可怕 只有一气滴滴答答的声音 一切都演变成压抑的窒息感 那我也怎么样 18分呢 18分 好 好 医生们停下手中的工作 直勾勾地盯着墙上的钟表 等待着黄道及时的到来 可这一行为却加速了孕妇的恐惧 她的身体止不住地开始发抖 孕妇的嘴唇已经痛到发白 一阵阵袭来的疼痛 几乎马上要把她给撕裂 医生在得到孕妇的授权之后 立马开始将孩子给取出来 与此同时 丈夫繁忙往手术室的方向看去 她不是担心妻子的安危 而是害怕医生会错过黄道及时 手术室内 孩子出来的那一刻 所有医生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因为期待已经缠绕孩子好几圈 如果再等下去 孩子可能会有窒息的危险 孕妇眼眶里也流下了泪水 此刻她的内心也充满了后怕 自己差点满足了丈夫荒唐的心愿 手术室门外 当丈夫看到是一个儿子之后 脸上的笑容根本没停 她将一切的功劳 都归咎于自己算的黄道及时 完全不顾自己的妻子还在手术台上 但凡丈夫有一丝担心妻儿安危 她都不会千方百计去舒服医生 去计较那个可笑的黄道及日 虽说医生的做法是人之常情 但医院不应该助长这种风气的出现 哪有什么黄道及时 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 只因这所医院每天会死人 附近的居民就会在窗户上摆满镜子 想要将死人的晦气反弹回去 医院对面的居民房 很多居民的窗户上 它都是挂着镜子 因为他们觉得这边很晦气 镜子是反光的 把到他们那边的晦气再反给我们 这所死亡医院真正的名字 叫做安宁病房 这里的病人基本患的都是绝症 生命不会超过三个月 没留之际 病人们会被送去一间关怀室 在这里他们可以安静而有尊严地告别 人生最后一程 68岁的鲁胜兰老人 患上了鲁腺癌晚期 生命仅剩下一个月 他为了不让自己死在女儿家里 主动提出来到这所医院 他没有像其他老人一样情绪消沉 反而乐观豁达地看待这一切 由于老人进来医院第一天 就看到隔壁的病人去世了 护士担心会给老人心理造成压力 但卢奶奶却对生死问题感到平淡 对于死亡 我们总是避而不谈 可当生命走到最后 我们总会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陈小军因为肿瘤压迫了腰椎神经 导致自己无法站立 心有不甘的他还在和医生讨价还假 说自己未来有机会可以走出医院 但看着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 他渐渐在残酷的现实下忍命 而对于一心照顾自己的女儿 陈大叔心里充满了内疚 如果自己没有患病 或许还能看到女儿嫁人生子的未来 你以为我生下来到现在 30岁的人来 没考虑我 这考虑 世事无常 陈大叔在25天后生命迎来了尽头 他用着自己谨慎的意识 签下了最后的遗嘱 把一生的积蓄留给了女儿 一旁的妻子早已气不成声 他最大的遗愿 就是没能看到女儿结婚 人在死亡面前 总是显得很无力 当天傍晚 陈大叔被送到了临终病房里 多过几年的话 可能我能看到小孩成婚 看到女儿出嫁 看到女儿的婚女的那个场面 而在另一间病房里 从不缺乏让人哽咽的画面 卢奶奶的女儿 一边为母亲梳头 一边小声唾气 似乎在等待着母亲的醒来 但卢奶奶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人世间 沈和敏的病房是整所医院最热闹的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朋友看望他 会有丈夫陪他谈心 还在上小学的孙子 也会时不时看望他 他对于自己临终之前的生活感到满意 唯一的心愿就是捐献自己的眼角膜 可器官移植 对于当时的政策来说 并没有完善好 这让沈和敏对于接下来的日子 充满着孝极的情绪 脸上也早已没了广泉的笑容 他多么希望自己可以帮助世上不幸的人来 最终沈和敏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人们常说要好好活着 但从来没有人说好好地死去 就像纪录片中护士长说过的话 忧生是一种权利 忧死同样是一种权利 医院的墙壁 聆听的比教堂还特别